大家好,今天想讓大家講講,美國是找中國過竅,美國男帝司令說換了烏克蘭有助壓制中國。 另外,英國炒作有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而俄羅斯和中國都是它的對手。 美恩高層講中國關係已經到了一個開口就可以亂說的地步了。 據美國防武快訊2月1日報導, 我覺得美國總統拜登提名致上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的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司令帕帕羅上將, 當日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接受質詢時說,美國援助沃蘭能夠起到壓制中國的作用。 帕帕羅說,美國必須繼續補充對沃蘭的援助資金,阻止俄羅斯實現他在沃蘭的軍事目標, 以防止中國大陸在處理台海局勢時有樣學樣。 帕帕羅的提名需要獲得美國國會參議院的批准, 起月一日,他就出席參議院軍事委員會接受質詢。 當日參議員們向他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俄羅斯衝突對中國意味著什麼呢? 帕帕羅就講了台海問題,警告說,沃蘭長期衝突, 沒辦法打燒中國大陸在台海問題上, 採取軍事行動的念頭。 他聲稱,在俄羅斯衝突當中, 中國大陸看到的不是沃蘭很難被擊敗, 而是會關注俄羅斯的行動, 從中學習如何實現一場短暫而尖銳的戰鬥。 北京會從中意識到對台行動必須快狠準, 以便向世界呈現一個既成事實。 中國大陸在審刺俄衝突的時候, 非但沒有從戰略上吸取俄羅斯這種軍事行動, 徒勞無益的教訓,反而會加倍加強它縮小戰略, 行動和戰術的預警,並且迅速採取行動的能力。 帕帕羅雷爾強調,美軍在西太平洋, 壓制中國的一個關鍵因素, 是要繼續支持沃蘭和挫敗俄羅斯。 他說,他們目前能夠做最具決定性的事情, 就是通過補充預算,為沃蘭的自衛能力,提供資金。 他警告說,儘管中國大陸對台灣展開軍事行動的代價極為高昂, 但是中國也隨時可能採取行動, 美國必須時刻保持警惕。 從現在開始,到中國行動之前, 美國都沒有節假日了, 他們必須要在下星期、下個月, 或者未來幾十年都做好準備。 美國國防部官網似乎也想為帕帕羅去講話補下鑊, 說他的說法似乎有撥償理。 但是美國為促進印太地區和平, 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就是支持沃蘭和俄羅斯作戰。 帕帕羅在會上有腦調重彈, 講起五角大樓所謂的中國對美構成的步調挑戰, Pacing Challenge。 帕帕羅說,中國應對中國威脅的領域關鍵能力, 是持續不斷關注情報偵察監視任務。 同時對抗中國的情報偵察監視能力, 也會是他上任後頭號優先事項。 帕帕羅還說,雖然中國海軍建設進展迅速, 但美國海軍並沒有被超越。 不過他也提到他不喜歡中國這種發展速度, 並指出美國海軍的一些弱點。 帕帕羅說,支持美軍這個地區的行動從不像現在那麼重要。 這種支持必須擴大到盟友國家和合作夥伴。 他強調沒有必須和盟友和夥伴合作, 因為他們是美國對中國的主要不對稱優勢。 拜登政府得不到共和黨支持,拿不到援污撥款。 共和黨籍的美國眾議院議長約翰遜, 宣布了一項僅限於援助以色列的176億美元計劃。 這個計劃將每一星期在美國眾議院表決, 等於否定拜登想將援助以色列和援助烏克蘭捆綁在一起的預算。 所以美國政府現在只能借中國來做藉口來支持援助烏克蘭的計劃。 就在幾天前,1月29日, 布局秘書長斯托爾滕巴格也走到美國華盛頓, 為遊說美國國會繼續援污, 同樣硬持在中國, 為美國援助烏克蘭這件事正受到中方的密切關注。 斯托爾滕巴格當日對援污不利的後果 再用所謂的警告,聲稱俄羅斯的勝利可能會鼓勵伊朗、中國等國家。 更聲言說, 今天援助烏克蘭明日可能是台灣。 可以這樣總結, 第一,拜登政府援助烏克蘭計劃被共和黨追擊, 跌入極大的被動當中。 第二,拜登政府美國軍方不約政客不約而同, 借中國來講援助烏克蘭的必要性。 反華是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共識, 所以拜登政府唯有借反華來游說選民, 甚至游說共和黨黨員。 第三, 這就是中國過去的策略, 作用有限, 共和黨籍總院院長在奧克遜, 提出單獨支持以色列的976億美元計劃, 等於再出招放棄援助烏克蘭。 另外想講講, 西方炒作俄羅斯, 甚至中國威脅, 越來越誇張, 已經講到會發生世界大戰的地步。 其中一個最出位的國家是英國。 上星期, 英國國防部長夏博斯開始警告說, 未來五年, 世界可能陷入涉及中國、俄羅斯、北韓和伊朗的戰爭, 並表示英國正從戰後世界轉向戰前世界。 另外, 英國軍方也補充說, 烏克蘭戰爭是一個壓力點, 他們不能再犯同樣的錯誤, 就像英國前輩陷入可怕的戰爭, 例如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而英國軍參謀長桑德斯將軍也回應了國防部長的說法, 他在1月14日在張甲戰研討會上說, 如果與俄斯這種國家發生戰爭的話, 英國的部隊包括所有預備役在內將不足以保護國家。 他說, 因為現在必須全國動員起來打下基礎, 必須組建一支數萬人的公民軍隊。 英國現在的常備軍和預備役士兵總共有10萬人。 他說, 應該在三年內將六軍人數增加到12萬, 包括常備軍、預備役和戰略預備集團。 據悉是指想重新徵召一些退役的士兵入伍。 現軍能力不足的問題早已引起關注。 英國皇安海軍在2月3日宣布, 他最強大的戰艦, 航母伊利沙伯女皇號將每個案計劃, 在2月4日從帕子茅斯起航, 率領40多艘艇參加冷戰以來歐洲最大規模的北約演習。 原因是伊利沙伯女皇號有機械故障問題。 林地指揮官說, 立行的航行前檢查發現, 航母伊利沙伯女皇號左沿的螺旋長族上的連續汽油問題, 因此這艘航母不會在2月4日起航。 另一艘航母威爾斯親王號終於接替他執行北約的職責, 他也會盡快維修啟航參加北約的演習。 其實英國的軍事問題不止維修, 還有軍備、人力等各種問題。 英國防委員會剛才發表了一份新報告, 令英國媒體關注英國澳門能力, 應付他們口中所謂會發生的另一場世界大戰。 英國防委員會的報告說, 英武裝部隊人員的流失速度比他們請人的速度快, 令他們的戰備狀態受到質疑。 國防委員會說, 他們越來越擔心所謂的招募方面和保留人才方面的危機。 英國國防部公開承認他們每8個軍人退伍, 只能夠請5個人加入武裝部隊。 國防委員會更加說, 現在的情況可能更加糟糕, 英國軍隊一直過度緊張, 令他們更加難留住人手。 報告還發現, 英國軍方存在著關鍵能力和庫存短缺, 這些妨可以參加全面長期戰爭的能力。 英國國防委員會主席灰恩說, 英國軍隊的行動能力持續不斷減少, 但要做出持續出動的承諾。 意味著, 英軍軍隊沒辦法將足夠的訓練和資源 投入到高強度的作戰當中。 他說, 雖然英軍能夠在短時間內 部署並履行承諾, 但他們的調查發現, 英軍對全面長期戰爭的準備工作 並沒有足夠的重視, 需要持續不斷關注。 英軍的所謂戰備狀態不足, 被定義為從最初的命令到部隊準備好到執行所需的時間等等。 這些反應的時間被認為是構成威脅的重要組成部分。 而英國政府的態度也激發英國媒體對可能出現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討論。 英國天空新聞報道說, 現在他們所處的時代非常危險, 三名美軍在弱彈被殺, 大大增加了中東危機, 還有一步加深的可能。 這個危機怎麼發生? 是否會導致更大的地區衝突, 終於導致戰爭擴大, 都是更大的未知數。 而第三次世界大戰, 這個當然只是恐懼, 但並不是完全不切實際的。 天空新聞說, 現在看到的是俄羅斯和沃蘭和西方交戰, 中國去台灣問題上加強姿態, 並不意味著馬上去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戰, 但可怕的是也並不意味著將來不會走向這個局面。 看完英國的報導, 可以這樣總結嗎? 第一, 英國正是吹起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機意識, 英國政府顯然想增加軍費。 第二, 現實的是, 英軍連今天常規作戰的戰備都做不到, 設備塵舊, 維修能力不足, 人員流失嚴重。 如今英國的報告想組織民兵, 除了退伍士兵之外, 找不找到其他人的確是很大的問題。 英國人連卡車司機都不願意去做, 能不能召集他去打仗呢? 第三, 英國與俄羅斯為主要對仗, 但也拉上中國, 但他們似乎忘記了英國大力支持美國, 在俄會戰爭中升級對抗, 打場打不贏的仗。 現在又在八月衝突中, 盲目支持以斯利出兵加沙, 如果真的爆發世界大戰, 美西方火上加油的態度, 肯定是觸發戰爭的關鍵。 另外, 在石樓台示範評我講到, 球王美斯來香港一分鐘球都沒有踢, 相信他早有決定, 但就繼續比賽, 門票和氣金都照收。 相反, 上月24日, 另一個球王, 斯朗在內地作表演賽, 同樣不能出場, 他就早日宣布退票賠償。 歡迎訂閱我的評論。 大家好, 巴士的步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也有片看。 有網友說想訂閱石樓台看獨家內容, 但不太知道網上訂閱怎麼做, 我們特別安排了客戶服務熱線。 如果有關於訂閱或使用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致電3610-3800, 或者是發電郵給我們。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十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另外,石樓台獨家發佈的 《陸語人金融Hi-T》財經節目 已經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視頻之外, 你還可以在石樓台看陸語人的文字版。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也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樓台。 謝謝大家。